听说小鹿最近在家里开了个小卖部 还在做大甩卖呢 拿上我的小金袋 走 带你们去看看 哎呦喂 你怎么开小卖部了呀 冰花钱花完了 只能把我的宝贝全拿出来呀 让我来看看 东西还挺多的呢 一百元区 这些泥 又这么贵吗 出哪个大头 哇塞 这是干什么的 这是我逃来的巨型检查办会团 绝对没见过 还有棒棒糖尿 奶茶尿也有 这是最新款的贱便宜 现在最流行的 给你推荐个新品 独角兽便便你 给你个有性价 八十八怎么样 太贵了 这个魔法瓶不错 这个可是有一百的哦 那这个呢 这个你更搬不起了 有三百块 那这个起泡胶套装呢 这个呀 两百块钱购你吧 太贵了 新疆出门 我只带个五十块钱呀 这么穷 那你看看这边的二手泥吧 还有二手泥 都是我的鲜线鱼手 亲自搅拌过的 这一盒都挖黑了 撤了没死泥吧 快点很正常啊 算你五毛钱好了 啊 这都要五毛钱 算了算了 我来看看别的吧 这一盒泥 该不会是漏了吧 全新不会开封 这是漏了点而已 这一盒夹水 就这么点了 你还卖 老婆就是精华 你斗啥 这些垃圾盒都空了 你还卖 太坑了吧 垃圾盒 当然是用来收集东西了 你可以用来装甩粉呀 这爪子是干啥用的 当然是用来玩这牌的 啊 怕怕你也拿出来卖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状态是我的吧 不好意思 我忘记了 那我就随便买一点吧 我来帮你跳呀 花泥碑碑 棉花纱 给你来一份 还用完的牛头胶 挤一挤 还是有的 知道你喜欢红色 给你个西瓜奶茶 你怎么样 挖起来了 别看这些你是玩过的 性价比可高了呢 都给你来点啊 别 花泥碑碑 闪光雕 不玩 可别说你玩过你 水果你来几了 回去泊湖水 我会给你装进去 差不多了 最后给你来个蜘蛛手套 最适合玩大小手啦 这么多 得多少钱啊 价值这么一算 也就一千块钱吧 啊 我只贷了五十块 没关系 明年你的绿花钱 都是我啦 怎么感觉被坑了 怎么觉得 一千块钱买的值吗